2001年8月 河北省石家庄法院正在审理一起贪污受贿案 案件的被告就是张家口卷烟厂的原厂长李国廷 已经满头白发的李国廷看起来神情颓废 正坐在被告席上听着他的罪行 悬然一副听天由命的姿态 李国廷毕业后到烟草厂工作 从小职员一路升迁到厂长 可谓是风光无险 李国廷在位时 属下大多都评价他是烟草大王 可他背地里却是个贪财好色之人 还涉及了4.6亿大案 李国廷到底是如何走上贪污受贿的道路的 他又是如何被捕的 在上个世纪 人人督线木并盼望着能有份铁饭满工作 可如何能拥有铁饭满工作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有学历 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加利公孩子读到高中已是不易 所以有高中学历足够在社会上立足了 李国廷就是高中毕业 他被分配到了烟草厂工作 李国廷是天津人 家里虽说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但父母坚信读书会有好出路 因此很在意他的学习情况 把李国廷供到了高中毕业 有了学历 好工作自然会自己找上门来 李国廷最后被分配到了烟草厂 他对此很满意 在和家人分享了好消息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去烟草厂报道了 厂里的领导看到这样一位浑身充满干劲的年轻人 也很高兴 就分配他跟随老员工参观学习 李国廷乖乖地跟在其身后 把各个部门认权了 还把整个制烟的流程瞧了个大概 作为烟草厂的职工 李国廷要求自己 要跟随师傅熟悉制烟的各个环节 在学习的过程中 李国廷不仅不觉其繁琐无聊 还在其中找到了乐趣 李国廷为提高卷烟厂的效益 平日李梅少下功夫 他时常到卷烟厂的重烟基地 考察烟液生产情况 了解烟液的质量 到了收获季节 他还要再跑一趟 主要是为了检查烟液 在进入工厂前 烟荣的初次加工方法是否合理 就是因为有了李国廷的跟进 卷烟厂收上来的烟液品相都很好 李国廷工作如此细致 可没少受领导们的夸赞 烟液成功到了卷烟厂 还要进行很多步骤的加工处理 毕竟从烟液蜕变成卷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卷烟为什么会对吸烟群体 有诱惑力呢 最关键的就是其中的香料配方 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独家弥方 正逢国家的相关部门 提出要减少卷烟中的交流含量 这就对卷烟技术中的香料配方 提出挑战 李国廷参与到配方改良中去 见证了卷烟厂香料新配方的诞生 李国廷很快就升到了 卷烟厂的管理层 在此期间 他还亲自制定了卷烟的质量标准 领导见他能力超群 对他为以重任 到了1981年 李国廷被任命为卷烟厂的厂长 此时的李国廷心中充满了干劲 他在就职大会上自信满满地表示 一定会带领卷烟厂更上一层楼 在李国廷接任厂长之前 卷烟厂已经连续几年在走下坡路 而李国廷言出必行 为了挽救他工作多年的卷烟厂 上任后就对卷烟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卷烟生产到销售后的利益分配 李国廷都制定了新的标准 期间包括干部任用 他也做了很大的调整 目的是为了保证每名职工 都在适合的岗位上为卷烟厂处理 李国廷在经营管理上是一把好手 他保留原来经营模式中的优点 另外 有些不适合时代的救方法 就被他给果断地淘汰了 在李国廷的打理下 卷烟厂很快恢复了全盛时期的景象 后来李国廷带领卷烟厂连续多年取得高收益 卷烟厂被评为骨干企业 李国廷在烟草界有了地位 政府也很看重他的能力 请他在政府担任职务 李国廷的手中掌握了不小的权利 不管他走到哪都有同行求他帮忙照顾 转眼间李国廷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可上级领导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特地请李国廷继续任职 李国廷不好推托 在原来的岗位上又干了十年 最后因为年龄实在太大 上级领导终于勉强同意他退休了 也就是在李国廷最后任职的那几年 他变了 变得贪财好色 进而放纵自己 走上了贪污受贿的道路 先说李国廷贪财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阎满常 阎满常家庭条件不好 家里人送他去学校读书 可他在学校里待不住 他不爱学习 只对陶客打架感兴趣 家里人恨铁不成钢 打骂他多次也改不了他的毛病 只好让他退学回家 长大后 只有小学学历的阎满常 在社会上混得很是艰难 他本人也不想花大力气挣钱 就选择跟随朋友贩卖烟草 他脑瓜激烈 也赚到了不少钱 之后阎满常来到了更大的圈子 他开始不甘心 自己只是个小摊贩 他利用自己的原话 攀上了关系 阎满常组建饭局 请大工货商吃饭 还找各种油头送礼 供货商很赏识他 经常把阎满常引荐给圈内的其他人 阎满常就这样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见到了李国廷 阎满常初见李国廷时 还只是一个小烟饭 李国廷是烟厂厂长 还在政府身居要知 随意来到任何一个饭局 都会有很多人巴结他 所以他压根没有注意到阎满常 阎满常很少来到如此高级的饭店 他看着众人簇拥着李国廷 暗想只要攀上了李国廷这层关系 将来赚大钱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饭局结束后 阎满常开始四处活动 他为了见上李国廷一面 也是费尽了心机 前前后后搭进去不少钱 后来终于如愿见上李国廷 刚开始 李国廷不敢违反国家规定 但阎满常每次上门都带着钱 李国廷抵挡不住金钱诱惑 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了黑暗中 阎满常是个十分精明的商人 他不仅会和李国廷攀关系 整个卷烟厂 但凡有点权力的人 都曾受过阎满常的恩惠 阎满常背靠李国廷这棵大树赚了钱 他购买了多处房产 肆意挥霍赚来的钱 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李国廷看着阎满常的日子 过得这么潇洒舒服 他就有点心里不平衡了 他开始变得贪婪 总觉得阎满常给他的钱太少了 有时静等不及阎满常给他送钱 他自己会主动上门要钱 阎满常如今可不敢得罪李国廷 每次都乖乖地备好钱 等着李国廷上门来去 李国廷出门有司机接送 但为了掩人耳目 他下班后会让司机先把他送回宿舍 他先假意上楼 见司机走远再打车到阎满常家 而到了阎满常家 李国廷会毫不客气地 把阎满常准备的钱 全都装到准备好的袋子里 临走前只留给阎满常一个满意的微笑 欲望像是屋底洞 怎么也填不满 李国廷尝到了填头 也并不是只为阎满常一人违反规定 若有其他人上门找李国廷 只要钱到位 他从不拒绝 在李国廷贪污受贿期间 他的情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起李国廷的情人 也就说到了他好色的那一面 李国廷的情人名叫冯继琳 他刚进场时才三十出头 人长得十分漂亮 在一众女职工中十分出挑 当时李国廷已经60岁了 他巡查车间时 一眼就看中了冯继琳 特地吩咐人 把冯继琳从辛苦的车间调到了办公室 冯继琳也很聪明 他知道场掌此举的深意 也甘愿成为李国廷的秘密情人 李国廷为了哄情人冯继琳高兴 还利用关系把他升职为干部 而想要正大光明地再提升他 最重要的是有学历 于是冯继琳出去学习 混了一个文庭 李国廷就把原来财务部门的主管 换成了冯继琳 一个人管钱 一个人管钱 二人狼狈为奸 肆意卷钱 后来李国廷对他更加看重 排除众议把冯继琳 提拔为卷烟厂的副厂长 冯继琳可不简单 他把李国廷当作向上攀爬的梯子 见李国廷大肆敛财 他也利用职务便利 受了不少非法钱财 1998年 冯继琳和李国廷 违法受贿的是败露了 两人自知数额巨大 谁也顾不上谁 各自逃命去了 冯继琳逃到了国外 李国廷耍起了小聪明 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压根没有逃出河北上 李国廷在石家庄潜藏了很久 在警察抓捕他之前 他又提前跑掉了 这次他逃到了天津 住到了寡妇夏梅的家里 这个寡妇先是收了李国廷不少好处 每日负责李国廷的吃喝 李国廷多次哄骗他 还向寡妇许下了不少承诺 等到警察找上门来 寡妇才看清了李国廷的真面目 随后帮助警察成功抓获了李国廷 被抓后 李国廷对自己贪污受贿的罪行 供认不讳 李国廷交代道 自己为了拿到钱 的确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卷烟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 发现李国廷超计划生产出 价值4.6亿元的卷烟 阎满常在其中捞了上亿元的油水 李国廷贪污受贿的金额 按照法律规定 是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因为李国廷积极配合 警方也追回了一定金额的赃款 所以后来的结果是 判处李国廷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曾经的烟草大王 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代价 Israeli转发声能 文法宁 的确认 基本上 造谈 真来 精白